小心頭 追頭坐近單人高壓養倉 呼吸高壓純樣 另一邊學院們雙膝跪地 雙手快速拍打 體驗反應測試 加油加油加油 看準疫後醫療旅遊市場 渴望大爆發量身打造的 醫療旅遊實戰班正式上線 那我們想要藉由這次培訓 也讓業者旅行社的業者充分理解 原來整個醫院體系 已經正在做轉型 也在做提升 500人包含了旅行社老闆 導遊和領隊都來參加 滿38小時的訓練課程 還就能拿到6000元的補助費 一來幫助旅行業工作人員 二來還能刺激 國際醫療旅遊發展 不過以台灣來說 國際醫療還是偏重門診住原醫療 2016年吸引28.7萬人次 2018年突破41.4萬人次 2019年也有38.1萬人次 如今年產值已經沖上190億元 我們醫療的部分 不是只有在即興處理的能量以外 還有一些健康的維護 或是對一些疾病的早期偵測 那也希望藉由我們醫療跟旅遊的結合 能夠推動下一階段 當邊境開放的時候 其實台灣就有一個非常好的優勢 把握疫情觀光空窗 及一樓觀光產業大串聯 提前暖身先備戰 環宇新聞陳明燕黃培函桃園報導 早 fell Bitte 好 早 雙所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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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